今天着重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取得资料 我们到底取得的是什么资料 取得的是对还是不对的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资料清理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AI rating数据的准备 那Power BI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说如果我今天打Power BI 然后他就帮我搜寻出来Power BI 它其实是资料视觉效果 资料视觉效果其实大家就知道 就是你是要画那些统计图 Power BI这套软体 他竟然就画了很多很多张统计图 固成仪表板 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这一个仪表板里 例如说我要点选某一个地区 它就会呈现它这一边相关的地理分析 举例来说营收的情形 客户的表现 产品销售的记录 这叫互动式 这是Esser他不是做不到 他很麻烦做 可是在这边 你只要画好统计图 他就把互动性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你只要记住Power BI这套软体 很重要的就是资料视觉化 就是画统计图表 第二互动式报表 但是我觉得 我还希望你再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大数据 这套软体主要是要分析大数据 大数据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续变数 那通常我们都是找时间 既然我们有了这么多年的资料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机会去看到 资料累积变化 什么叫资料累积变化 举例来说这一季 它跟去年的这一季 有没有什么改变 这一季跟上一季 有没有什么改变 这就叫累积改变 也就是我们讲的边际效应 那所以第三个重点 Power BI的重点 边际效应分析 因为这是一个点 这也是一个点 点跟点之间的平均改变 可能把它换成 这边是很多个点 跟很多个点 来去做比较 这种比较方式 其实就叫做边际效应分析 我们就要来去下载Power BI 下载Power BI 简单的说就是直接你在 Google搜寻引擎 这边请输入Power BI下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下载Power BI工具和应用程式 那Power BI目前它有分 FaceTop就是桌机或你的桌机 都可以用这个版本 如果你的手机 你就要拿出你的手机 去找看你是iPhone 就要去找Apple Store 如果你是Android系统的手机 你就要去找Google Play 我只是要告诉你 它有行动版 那老板一般来说都是看行动版 因为它不需要编辑 可是FaceTop它是可以编辑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选 这个进阶下载选项 进阶下载选项 点下去之后 你可以发现它这边预设是英文 可以大概看得懂 它有FaceTop 然后拉下来一点点 它就说请选择预言 那请把英文换成 Tranese Traditional 就是本体中文 然后稍微等一下下 这边再点下载 那请下载下面这一个 64位颜 所以在这个地方请选 这边有一个X64 请勾选它下载 有请你们去下载 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可是它只有10加 对不对 你要知道台湾的股票 上市上贵公司 绝对不止10加 对吧 那如果你今天 你分析好这10加 你到时候 有没有可能说 有没有可能提一个问题说 老师 我不可能 只看这10加 我可能会想要多了解 其他10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再下载 那如果你要再继续下载 可以吗 那当然 如果到时候 你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 就是复制 贴进来 记得要选什么 保留 原本的档名 跟现在档名的档案 都要留着 的那个选项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这样子的话 变成说 你都可以用 相同的档名 可是当你存进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 后面 加一个 挖幅2 对吧 知道你是不是 两 不同的10加公司 都留着了 所以这点是要请你 特别知道的 那 请问一下 如果我已经分析好 这个损益表 这10加的损益表了 你会不会希望说 我再放进来的 其他10加公司 的资料 自动帮我分析好 当然会啊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这套软体 它做得到的地方 也就是我要教你的 你不要一天到晚 都在那边重新算 对不对 以色列就是 每个月 你都要重新算 每一年 你也要重新算 但是这套软体 不用重新算 好 接下来 你看在损益表这边 你如何检查 你的资料 其实是 都有下载成功 首先 你们觉得要怎么检查 我怎么知道说 我今天我下载好 这个损 2013Q1 Q2 Q3 Q4 2014 Q1 Q2 Q3 Q4 首先你要确认 有没有资料 请问你觉得 有没有资料 看哪里 可以看大小 可以吗 可以看大小 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 他给我们的单位 是签 请问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发现 那个 古庙上市上柜公司 的三大报表 它的基底单位 是不是也是签 是了 当时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 它是签为单位 所以你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 它是7K 8K 7K 8K 所以这样大概就知道 你下载是 有下载成功的 再来 请问 是不是一直到 2023年的Q3 在这里 是不是有8K 好 那 你到底下载下来的资料 有没有 有没有 可能 就是说 这个是 Q4 这个也是Q4 那你要怎么检查 那你是否要 一个一个档案 打开来看 而且你可能 也看不懂 看不出个 所以然来 这时候 我们就要用 资料清理的方式 来教你了 再来 我们要请你稍微知道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 发现 就是说 这些通通都是 以色尔档案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 你在下载 应该是3月15号 之后 你就可以去下载到 2023年第四季的 三大报表 所以你上载下来之后 是不是就直接放来 这个指定的资料夹 就好了 好 所以 从我刚刚说的 这几点 我们来分别去检视 资产负债表 是不是看到 是不是前面有一个 G 然后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2013Q1 以此类推 一直到 G 2023Q3 它的大小 它都不是零 代表有下载资料 可以吗 你现在的习惯 全部都要养成一致性 到时候 你才不要一直在这边改资料 好 再接下来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现金流量表 然后现 我只留第一个字 我就知道 它是现金流量表 的 2013年Q1 Q2 Q3 然后这后面都是有资料的 然后 再来这边 现金流量表 2023年Q3 然后它是有资料 可以吗 好了 这样子检查 我们有资料了 但你有没有发现 损益表最小 资产负责表 其次 现金流量表最大 可以吗 好 请你现在 自己来去检查 你自己的资料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它可能 可能出现的画面 不是统一 所以我干脆 从头开始教 你本来是不是 变成是这样子一个画面 当你安装好 它就变成是这样子的画面了 那 正常来说 我们是不是点新增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 我只是希望说 请你关掉 好 那我们从一个 干净的画面 来开始讲起 首先 快速点两下 桌面上 桌面上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Power BI Desktop 快速点两下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 常用跟开启 当然是点 那个 因为 因为在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 它叫做开启救挡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平凡在使用中 得档案 例如说你最近使用的档案 它也会放在常用中 好了 那预设是 请注意 绿色 在这套软件里面 它习惯用的 指引 色彩是 绿色 它透过一个 绿色指引你说 下一步 要点什么 首先你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绿色 的常用 绿色 颜色的常用 请再点 新增 底下 只有一个 叫做报告 请点它 这就是 Power BI 开启的方法 我们在学习 我也会 要教一些函数 可是我在想说 应该怎么把函数的 制作 讲得更简单 或者是 现在房间 已经有 ChipGPP了 那何不 加这个 这个ChipGPP的教学 帮助你们 撰写程式 所以你要知道 像例如说 我们上次 叫你下载资料 你如果用 API 那不是 更省事吗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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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打开我的 ChipGPP了 请问 你知道 Microsoft Power BI 软体吗 当然知道 Microsoft Power BI 这套软体的重点 有哪些 Microsoft Power BI 在它的能力 收集 整理和分析 打掉数据 平均 3R 数据转换 配对数据 转换 的 准备 准备 进行数据 分析 3 数据分析 使用了强大的分析工具 如查询 电信器 和Dex 参数 帮助用户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 4 数据视觉化 能够将数据 图表 图形 和报告的形式 生动地呈现 使用力更容易解数据 5 协作和共享 支持团队协作 用户可以共享报告 表板和数据 进行 即时协作 6 安全性 和合规性 提供了强大的安全性功能 可以管理用户对数据的防御权限 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如何下载 Power BI 软件 如何下载 Power BI 软件 然后寻找 Power BI 部分 跟随下载进行的机构 安装后 就可以开始使用 这个强大的商业技能工具吧 好 然后 我刚刚所有讲话的内容呢 它全部都会产生文具 我现在就把这些文具 全部都接给你 跑掉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你未来你可以自由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帮助你的学习 当然啦 我的目的是希望你在学习上面能够更顺畅 因为后面的像程式的断写它是有难度的 所以其实刚刚你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去做下载 下载好之后 然后进行安装 现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当就是要跟各位介绍如何取得资料 好 接下来的动作我先从头到尾做一遍给你看 首先 首先取得我们在公开观测站的我自选10家公司的损益报表 从112年到2013年到2023年的第三季 好 那如何去取得进来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们的Power BI 第二取得资料 点选取得资料之后这边有一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点选资料夹 快速点两下资料夹或是点资料夹下面的确定 然后你这边会出现一个浏览的画面 所以请点浏览 找到我个人是习惯把它放在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我的这个资料夹是在本机的一叠的教学影片 2024年 的这个损益表2 好 然后点选确定 只要告诉他路径 好 这是刚刚我放那么多资料的一个路径 然后接下来点确定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口气下载非常多档案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列列出所有档案清测 然后我这个时候要点选的是合并 因为他要把每一个档案除了标题列 因为标题列是重复 它不会带进去 那他会把它从上往下 这样子来去合并 所以点选合并 合并并展入 载入就是取得进来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直接编辑 做资料清理 那就是上面这个按钮 我们现在要点的是合并并展入 然后 然后点选 点选 点选 这一个 点选这一个 sheet 0 确定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这个损益表2 里面的档案全部都下载下来 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资料 这张资料表叫损益表2 你们应该叫损益表是不是 我统一跟你们一样好了 我把它改名字叫做损益表 好 你看这个损益表 它的一个图像识别画 它这边左边是不是有一个大鱼 请点它 你就可以发现 这里面 这里面有会计科目 有档案名称 然后有很多家公司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点一下 请你点最左边这个 请点最左边 请点最左边 因为我只是想让你们先看到 这里面是有资料的 最左边第二个 最左边不是只有三个 一个叫报表检视 一个叫做资料检视 一个叫做模型 第二个就好了 第二个它长得其实很像 Ecell 这叫资料 你这样选轴 拉下来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它是有数字的 再拉下来 它到时候会越来越多的数字 可以吗 可以吗 代表说 你刚刚的整个资料检 已经成功的取得进来资料了 好了 但是当你取得进来资料之后 来请点回来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就即将要面临到一件事了 你取得的是什么资料 你至少要看一下 对不对 还有这个资料 请问一下 它这边是不是呈现了会计科目 有看到吗 前面它没有这个符号 没有任何符号 像这个叫台硕 前面是不是有一个Sigma 这代表说 它取得的都是数字 你想 准利表里面 是不是有会计科目 还有累积到 例如说那一季多少钱 所以那是数值 也就是说 会计科目它是文字 好 这个是文字 会计科目是文字类型 这我想很容易理解 那请问你 群毅这家上柜公司 他前面 他也是放文字 这样是不是就不对了 为什么他在这边放的是文字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上柜 所以 都是空值 好 请问 空值 对于这套软体来说 它一定要明确的定义 空值是文字还是数字 是文字 是文字嘛 对不对 空值 里面就只会放 NULL NULL 就是空值 请问你 请问你 以色尔的空值是什么 以色尔的空值 它跟文字的空值跟数值的空值 但是它通通的表现方式就是什么都能用 连日期的空值也是什么都能用 听得懂吗 这句话都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数据分析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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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有 呃 你们应该知道那个 缺考 跟考龄班是不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如果我们来算总平均的时候 如果班上有10名 那个学生缺考 这10名缺考 能不能算那个 班上的平均分数 不行嘛 缺考它就是没有分数才对啊 那 例如说 考龄班 当然要算进去这个全班的平均分数 所以 我们不应该把 没有资料 视为是0 听得懂吗 这句话几乎都是把 没有资料的数值 他就把它变成0 那没有日期 他就把它变 那也是空值嘛 他就不呈现日期 在这边 他会把它变成叫做 黑路 好 再等一下 我们 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观念 全部都要去做 才都要清理 要做资料清理 要做资料清理 我们就先来看 要做哪些的资料清理 第一件事情 点选 常用 取得资料 然后 接下来再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 这个 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 它是文字没错 但是 我要把它的 所有 所有的空白 都删掉 滑鼠右键 取代值 请输入 一个空白 各位 这是半型的空白 然后点选 确定 当我所有做过的动作 它会记录在这边 第二 还有空白没有清掉 滑鼠右键 取代值 全型的空白 然后 确定 这样子 这两个动作 你才把 所有 会计科目里面的 空白 半型空白 跟全型空白 都拿掉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做的 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你不做这件事 到时候 谁知道 你拿到资料 他放了几个空白 在里面 好 这个是最常我们 会遇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 这些所有的数值 请从画面就用一下 它本来就是整数 你何必给它小数 你就要整数 它用是八个位元 可是小数 它给你是十六位元 小数又分 金 反正就是 它看你 你用六十四位元 好 它就给你三十二 对三十一 再加一位元的正负号 你可以不了解这些 但是你做出来的报表 到时候它就会在那 一直转圈圈 假设 你今天给它一个 它只要放个 了不起千亿好不好 台积电一个月 千亿 然后它的单位又是千 所以 各十一百 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亿 十亿 百亿 千亿 十二 可是它单位是千 所以你要扣三 所以只要给它九个长度 就好了 需要给到 例如说每一个都给到六十四个 来去记录这个处置 就不需要了 所以 我们接下来 必须要把这个 1.2 一直拉到最右边 最右边 有没有看到 请你顺便 现在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个 群义它是ABC123 请问 1.2就是有包含小度位度 我不要小度位度 我要整度位 可是 现在有没有看到群义 它这边是ABC123 因为它一刚开始 第一个长外那边是 全部都是空子 好了 Shift的键 点到它 那不可以用这一个 如果当你今天 一个一个做 你点它改成整数 我没有意见 你要做好多次 那为什么不一口气 把它全部做完 这个 点这一个 从第一家公司 选到最后一家公司 然后 在这边有一个要转换 然后 请把 资料类型 改成 整数 这么一口气 全部都做完了 不是比较好吗 全部都变成 123 只有这个看起来最像日期 我要想办法变成 2023年 3月31 那当然 如果是 如果是看到那个 2013Q2 我就要想办法 把它变成 2013年的 6月30 好 以此类推 那怎么做到 这件事情 首先 第一件事 滑鼠右键 点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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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 资料好 因为 我不喜欢 去 动到别人的资料 好 所以 我把它复制 一模一样 然后 接下来 我要取代 我先用取代 我先用取代 比较简单的做法 我先用取代 我把 我不要的 损 把它 删掉 可以吗 损 确定 我把 我把 我再来 把 Q1 变成 斜线 3月 3 11 可以吗 可以 但是 麻烦 麻烦请注意 这 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 这个斜线 因为我前面要 2013 我要留着 对不对 前面的2013 我要留着 然后斜线 3月 31 对吧 然后 到时候 我再把这个 点 LSX 拿掉 取代掉 确定 那 那 接下来 是不是还有Q2 请把 Q2 变成 斜线 6 斜线 30 测定 滑鼠右键 取代 Q3 斜线 6 对不起 9 斜线 30 确定 确定 滑鼠右键 取代 Q4 斜线 12 斜线 31 确定 最后一个取代就是把那个点XLSX拿掉 所以是不是也是用取代 点XLSX 什么都不要打 确定 最后一个动作 日期 这个日期 我不喜欢当什么SOS点NAME 它其实就是那个财报的那个日期 我们就叫日期就好了 所以 滑鼠右键 重新命名 我教你们全部都是在就进来去找了 比如说它叫做日期 然后 第二个动作要请你们做的 移到最前面 所以一样也是滑鼠右键点这个日期 移动到开头 这不如说这是最重要 因为只要是那个连续变数 它就要是放在最前面 然后 再接下来下一步骤就是 请点常用 常用哦 的这个 这个 关闭并套用 我想请问一下 这样在分析资料上面会出现 很多问题 举例来说 你光是要写那个韩式 就因为你现在没有依照会计科目 来去做转制 而到时候你在写韩式 会遭遇到 你要把每一个会计科目 都要去好好的写完 而且还有每一家公司 这样子的写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 再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两个数字的比较是差很多的 可是我们要比较啊 所以我们不应该是拿数值来比 我们应该是比比例 所以 绝对来说好了 你拿两个人去比体重 就说 体重重的比较重 这样子要比法其实不好 应该是拿BMI来比 所以应该是拿数字来比 还是比例来比 通常我们要做比较 我们都是用比例 所以这节这门课 就一直要告诉你 那些比例的公式 所以其实你们也大概可以了解 这些这些数值 它当然存在有它的意义 但是它不是我们比较时的 最主要的重点 好了 所以现在 现在我要画出这张图的话 我变成我要花很多的力气 我会创造出一堆的图 那为了我可以更快速有效的去画 画出 例如说这一个 这个本期综合损益的比较 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做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在那边算 所以我应该要想办法的是 把会计科目 主要会计科目 转至 那相对的 这些公司 我要转回来 我要自己公司 自己公司我要得到它自己的相对应的值 然后再接下来我要比的是 比的是什么 不同公司之间的这个 相同这个科目 累积 比例 不晓得现在各位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我们现在的资料呈现的方式是什么 是 这边的蓝是公司 但是 我即将我要把这些蓝 转换变成列 再来再把会计科目 这边会计科目 现在是列 我要把它转换成蓝 这样子才方便我们去做不同家之间相同的会计科目比较 当我们为了要去做不同公司 不同公司间相同会计科目的比较 这件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资料做个 这个叫 这个叫 这叫苏牛转换 这真的在以色谣里面 它就是叫苏牛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怎么做 第一 常用 转换资料 第二 第二 我们针对 针对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全部选举起来 然后 选好这些公司 第三 转换 取消 这个名称应该要换成什么 公司 名 所以 滑鼠右键点它 重新命名 公司名称 会计 会计科目 现在其实我只有几栏 现在 现在我有很多列资料 可是我只有12345 5 5 我现在只有5栏 我们看到5个资料行 我等一下整个会计科目一转过来 又换成是一个比较宽的大标 滑出左键点会计科目 然后 苏扭 一样在转换底下的 苏扭 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值 一定要选到这个值 这个值 确定 这就是到时候 这个即将变成 73栏 接下来麻烦请同学检查一件事 这些值本来全部都是整数 对不对 你经过转来转去 应该都还是整数 所以请看 每一个会计科目 这个应该都是整数 请你自己从头到尾去看 刚刚最后我们做完了 做完了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就要常用底下 关闭 好了 我们现在才要开始来讲 你视觉话 因为刚刚的资料 经过我资料清理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变成 我的比较方式变成 不同公司 不同公司 各会计科目的不同表现 我才有机会去计算出来 我才有机会去计算出来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去看 首先我想知道 有这么多家公司 它的一个本期 综合损益总额是多少 可以了解吗 请问知道这件事做什么 至少你知道说 这家公司它的本期本益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那我有10家公司 我就把10家公司 全部都放在一起并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做 这张视觉画图表 首先 第一 我们最好的一个比较方式 我觉得就用线条呈现 点选折线图 第二 勾选日期 勾选日期 那 当你勾选了日期 就在这边点 然后 这边它只会出现年 可是它这边它有 有下探的工具 等一下我们再下探 然后我们只要在勾选 本期综合损益总额 所以在这一个打勾 那这一个数值 这一个数值 它是10家公司 全部都算在一起 这样子 我们就没办法比较 所以它有一个叫做图例 图例 我们把公司名称 打勾 公司名称打勾 它就放在图例了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 像这一条线是台积电 台积电 然后其他公司 有看到吗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张视觉化图表 我们来把这个档案 我们来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这是我的 我要放在我这边 教学影片 这叫 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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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笋 会习惯性的把日期放进去 2024年02 然后请你们记住哦 你回家作业就是 你到时候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三张 三张资料表 第一张已经做完了 就损益表对不对 第二张麻烦你 你做资产负债表 第三张你做现金流量表 然后今天就这一周要讲到最后一试 你这边你要出现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表我们画哪一张图啊 资产负债表 我看我们画一张 负债总额好了 因为负债总额它会变 资产理论上比较不会变来变去 资产负债表画负债总额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就画现金总额好了 那个现金流量表麻烦请画 期末现金及约当现金总额 那到底什么叫AI-ready数据呢 简单说 这个AI-ready的意思就是 我以后我只要为资料进去重新整理 它就自动算出我的新资料 所以为了证明这件事 我先把刚刚做好的档案关掉 接下来 因为我还没有新的资料 所以我暂时先把 那个最后面的2023年的资料 我先剪走 我先剪下来 我贴到 例如说这个地方贴上 我的这个原本我放资料里面 已经没有2023年Q1Q2Q3了 那我现在我的这个成品 我再重新打开 这是今天做的嘛 你就会发现那个 我的视觉化图表 还有包含所有的资料清理 就没有再清 2023年的所有损益资料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只要你把档案重新启动 它都会自动的去侦测 你的资料有没有变动 这边他就说 资料中有什么变更哦 所以你这时候你是一定要点这个 套用变更嘛 然后 其实这边都还有2023年 可是当你整个套用变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2023年没有了 看得出来吗 最后一期只剩下2022年 而且你在这个日期 日期 你应该知道最后面 最后面已经没有损 2023 Q1 Q2 Q3 Q4了 看得到吗 好 那 那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其实我没有做任何的变动 你存或不存 随你变 假设我现在我把它存起来 储存档案 然后关掉 然后我现在我再把刚刚的资料 我刚刚的范例资料 这三个资料 我再搬回去 损一点 好了 接下来打开我的 刚刚做好的这个成品 只要把我资料放进去 然后我只要 我日后 我只要按这个 重新整理 你看现在是不是只到2022年 对不对 所以我点这个重新整理 2023年的资料就全部都被出来 这就叫AI Ready的数据准备 如果你是用Excel 这件事是做不到的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2023年的Q1 这边是2023年 其实因为今天还没有教你视觉化里面 按这个按钮 按这个按钮 它是下探到G的分析 刚是年的分析 现在是G的分析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发现一下 这个累积数值 累积数值 第一季一定是低于第二季 第二季一定是低于第三季 可是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2023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就叫A2A的数据 你不用在那边一直重划的这种技术 一定要把它学习起来 然后你才能够做好更多更多的分析